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最好离我远点 你怎么了 玉京 你保护了我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为你着想过 太危险了 凡是跟我亲近的人 都已经死了 巧儿 你要小心 是 傻瓜 保护你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 跟我们亲近的人 现在都离开我们了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和你了 你让我离开你 你让我去哪儿啊 巧儿 巧儿 对不起 你 我没有保护好你 还有郑爷爷 对不起 我这一辈子我都对不起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傻瓜 这些事情本来和你就没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 以后对不起这种话 不许再说了 巧儿 我都已经想好了 你知道吗 再做两件大事 咱们就走 我们去哪儿 我要娶你 咱们找个 没人的底 仲弟 大猎 生娃儿 过最最最最最最 最安逸的生活 那不行 我们还没有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呢 你说 你嫁我不嫁 那你说 你娶我不娶 去啊 当然去 你呢 嫁不嫁 这样 这不就对了吗 巧儿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这辈子 我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 我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 我只要娶了你 什么都是过眼云烟 elier 还不是 可以说 没有 快如何 radial 人 很有秃 是 这酒壶 曾经是爷爷生前的最爱 现如今呢 他到了那边 总要有一件春首的酒器 这酒壶 曾经是爷爷生前的最爱 现如今呢 他到了那边 总要有一件春首的酒器 之前不想让你喝太多酒 是因为喝酒伤身体 现如今 我和玉京 还有几件事情要去做 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就让这个酒壶 代替我们两个人 陪着你吧 爷爷 你放心 乔儿长大了 乔儿 会照顾好自己 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任性 而且还有玉京呢 我相信他 会信守承诺 守护我一辈子的 郑爷爷 失去乔儿 曾经让我 心灰意落 而如今 事而复得 则让我更加珍惜 我下山的时候呢 无相师祖曾经对我说过 凡事都要顺其自然 顺势而行 我一直不明白 是到如今我才明白 要做到真自然 真的好难哪 所以我一定会珍惜这段缘分的 我怎么也看到我 我必须 你不得了 我别想到我 我倒是 你不得了 好 有一事 我一定要当着爷爷的面前提一提 才能够解开心里的结 看在你之前那么难过的份上 我 我原谅你了 不再跟你计较 背着我去寻花问柳的事情 我那是被迫的呀 那你承认你去了 爷爷 那你听到了 他说他是被迫的 那我原谅他了 你来 你当着 不管百花齐放 万柳飘扬 我 我只爱你这个 隆冬绽放 我只爱你这个 小蜡梅 阁主 起来说吧 是 京城传来消息 熊廷碧已被斩首示众 好 终于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患 后面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那篇书已有对策 希望他说到做到 不要扫漏我的兴致 1949 så мы 前辈 这么多年 您是怎么过来的 当年我从辽东回到 朝中为官 名义上是位金鼎合作人 实际上 暗中打击燕党的势力 所以魏忠贤 把我视作隐中钉 我只能假死脱身 隐于江湖 那现在可还有人知道 您还活着 魏忠贤应该是有所察觉的 所以他才挖开了我的墓穴 看来这燕党 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无能啊 前辈 当年我外公和齐武被杀一事 您可知道 当时我在京市 你的父母回到了武当 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据江湖传言 你的外公是被一黑衣人所杀 而且以此来陷害你的父亲 父亲之死 我义父已经告诉过我了 那个黑衣人 我已经领教过了 他究竟是什么人 当年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 他被我所伤 我的七星剑法 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七点伤痕 胸前的 胸前的 伤痕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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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 快给我 给我 快给我 给我 快给我 小伤痕 前辈 七点伤痕 只有七星剑法可以做到 是吗 是的 这 这 这不可能啊 玉京 你想到了什么 没 没什么 兴许是我大意了 以后 我一定多多留心 你虽说是个习武之人 身上却毫无杀气 这点太难得了 毫无杀气 那岂不是习武不成了 不 你虽然有杀人之力 但无杀人之气 从你身上只看到一点 那就是静 习武之人如果杀气十足 风马外露 必然会让人产生防范之心 但是你的静 给人以安定之感 这种东西 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装扮出来的 而是需要一种 由内而外的淡定 这种淡定的源泉 来自于你强大的力量 不仅仅是武功 还有证 前辈 您真是过奖了 还真没有人输过我静 你如此成才 也可以告慰你父亲 载天之灵了 擒贼 先擒王 我打算刺杀魏忠贤 你要刺杀魏忠贤 慢点呀 爷 来玩啊 早点呀 来玩啊 爷爷 前辈 咱们来这青楼干些什么呀 你不是要擒贼先擒王吗 真正的王就在这里面 魏忠贤 他在这儿 对 这里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找到的 这里看似一座青楼 实际上是魏忠贤一党的新窝点 前辈 我可以进去杀掉他 玉京 你要想清楚 我为什么潜伏了二十年 都没有动手 你杀了一个魏忠贤 怎么能够保证 不会有一个李忠贤 赵忠贤 前辈 我明白了 稍等我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好 好 我 走 这 少侠 少侠 饶 饶命啊 你要是敢说火 立刻让你伸手一冲 不敢 不敢 你为什么杀害了 熊廷碧大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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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国偷敌了 你蒙蔽皇上一手遮天 祸国殃民 扰乱朝綱 是否该死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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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该死 你死一百次都不够 是是是 少侠 少侠 说话 说话 你想要金山银山高管口路 老夫全能给你 伟严 事到如今 你还是不知悔改 少侠 你有所不知啊 你说我容易吗 我终日提心吊胆 不都是为了大明吗 少废你 答应我个要求 小爷 我饶了你的狗命 小爷 我也能取走你的向上人头 不敢 再也不敢了 我若食言 请 取我人头 你不回来 小儿 哥 你看 真的是小儿 你们可算回来了 巧儿 你回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 来 小心啊 巧儿 慢点 放心吧 我们没事 你的脚怎么了呀 快好了 没有大碍了 我都想死你了 巧儿 这蒙苍朗到底要干什么 区区武当竟敢跑到京城来闹 他 他 他竟敢来威胁我 千岁息怒 这些武林草莽 我本想留下他们 有朝一日让他们为朝廷效力 可他们倒好 无法无天 如果再这么下去就 千岁息怒 息怒 千岁 你属下看来 这某掌门也太在于他那个 武林盟主之位了 以至于让千岁犯险 这实属是不该呀 再说了 现如今各地叛乱不断 如果这些武林人士能为朝廷 马首是瞻 固然是好 可一旦不能如此 就怕有朝一日 他们会成为另一股反叛势力呀 这武当逆贼 实在是咱家的心头大患哪 武林啊 手下在 你持我的令牌 素与东场四虎 率领锦衣卫 千岁的意思是 帅领锦衣卫 当凭武当剿灭我心头之缓 到那时候 武当的掌门人自然就是你了 啊 啊 啊 谢千岁 降临 丁大人 一切准备妥当 兵法武当山 是 去 郭大侠 郭大侠 外面情况如何 魏忠贤已经命令吴亮 带领大量的锦衣卫向武当山进发了 什么 武当山 魏忠贤已经命令下令 彻底消灭武当 杀掉牟沧浪 估计就是我们这么一闹腾 魏忠贤已经绝了利用武当人士这一条路了 这个燕人太狠毒了 由此可见 魏忠贤这次真的要动手了 不行 我要回武当山 吴色长老不悔事 带他们都在武当山 我不能看着武当 被这些人给毁了 既然如此 我愿意与你一同前往 武当弟子亦不容辞 我也去 玉京去 我自恃同去 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大明的气数尽了 大明竟然要消灭武当 这真是自己关上了自己的南天门来 大汗 那这次我们 景阁主 你即刻召集灵雪阁高手 即日出发 武逼趁此机会 控制武当山 巨帅 乱狭手 武逼的 狭狭手 忍一偶 杀 这 kop 或者没 气球 社公主 animations 勇有 这些人 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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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 亮哥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今日我就要去道观出家了 从此以后 你我各自安好 亮哥你多保重 不必再为我担心了 好 师太 你马上传信给蓝水灵姐弟二人 要他们立即返回武当 可笑 要我害我自己的徒弟回来自投罗网吗 他们都是武当的弟子 回自己的门派如何叫自投罗网 你们 牟沧浪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既然你要保护那两个武当的叛徒 那我只好清理门户 你究竟 谁还是不嫌 是 无量天尊 正门 再三确认 绝无差错 你看清楚了 马上去拜 是 是 快去开会 是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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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师探 你许在五日之内找到耿玉晶 用它手里的秘籍 来换蓝水灵 过了五日 水灵小命难保 师父 我已经没什么好牵挂的了 今日死 百年后死 都是一样的 你要杀便杀 何必麻烦 不急 我还会传信给东方亮 叫他和你一起死 你做这么多坏事会遭报应的 我来看你 昆仑派东方亮 前来武当挑战 诈 诈 诈 东方亮来了 他用内功喊出怪的声音 扬言要挑战 这个呆子 除了挑战就是挑战 他明明是为了水灵来的 还总说自己来挑战 他用内功催进喊出的声音 飘散极远 看来他的功力又有所长进 老子相 是谁在把守 是卿城派的道学夫妇 你就是东方亮 小子 快下山去吧 我们不为难你 来 来吧 如意欺负 救命 东方亮已经到了剑禾桥 东方亮 轰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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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追 掌门 东方亮刚刚杀死了大盗磐石 知道了 让陆寒和宣聘去准备一下 是 水灵 你再忍忍 我马上就来救你 大盗磐石 真是情痴剑痴啊 可是好男人为什么都离我这么远呢 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水灵在哪儿 想见水灵 恐怕你没这个命 走 你功夫再高也有力竭之使 是 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你的造化了 早日投降 免得殊苦 小子 你还真狂 来吧 出现吧 来吧 牟沧浪 你终于出来了 老夫已恭候多时了 水灵在哪儿 好 将蓝水灵带上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救你出去 谁用你救 你快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这一个要救人 一个却不想走 老夫还真的糊涂了 我们之间的事 是 与你何干 怎么会与我无干呢 这姑娘的弟弟 拿了我的武当秘籍 而你 又与他互生情愫 你如今武功进步得如此之快 定然是偷了 武当的剑法 不用武当剑法 我一样能打败你 你这是什么功法 你这是什么功法 你这是邪术 你这是邪术 我要的是天下定义 什么邪术正书的 今天你将我逼到如此境地 你这是邪术 你看看这功法的厉害 这功法的厉害 火候未到 江星运功遭了反噬 快快给我拿下 管兑管亮 你快跑 你打不过他们三个人的 你快跑 我要令我去 鲤尔尔 пят出